好了地方了,那就下面咱们该听讲解了 1953年停车以后,一直到91年在这里,停车机构在这里开了好多次会议 这期间的会议是12000多次 现在的话,由于美国的阴谋活动,这个会议现在就开不了了 现在成为双方的参观的景点 现在麦克风站在军事分界线上 总长257公里的整个军事分界线上 只有这个房间里可以北南自由来往的 那么房子外边的话,一步也不行 这就是我们朝鲜民族受到的民族分裂的悲剧 看一下灌在墙上的,那是以前朝鲜战争时期参加朝鲜战争的实故补充国家的国旗 中朝两国人民进行了紧密的协同作战 就打败了这么多的国家 那现在呢给大家照相时间 这样吧,今天是免签照,来之都不易的 这里是北朝鲜,这边是南朝鲜了 那大家都走一趟南朝鲜 然后咱们还是变成两排出去啦 走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